我们已有26条航线从马来西亚 泰国和菲律宾飞往中国15个城市 今年2月我们开通上海直飞吉隆坡航线后 8月份又开通自杭州直飞沙巴的新航线 国际联航在中国大陆急速扩展 造成大陆境内的航空业务瞬间被压缩 两航从吉隆坡飞北京 飞了北京以后 大概一个月左右的 一两个月以后 国航就把这个航班给撤了 我干不过你 我就撤了 全球航空是大陆第一家 也是唯一一家新开的廉价航空 自己评估会打输人家 是因为没有国际廉价航空的知名度 甚至没有航线上的优势 我们在全世界都有一个叫主户条款 怎么叫主户条款 看谁在先飞 我爷爷飞了 我父亲飞了 我当然飞了 也不可能把它前面的 所以我们现在新公司就在主户条款下 尤其是一些比较主要的 有时候就 它毕竟这个主户条款还限制在这里的 一样都是廉价航空 春秋只有38架飞机要飞88条航线36个城市 亚航有120架飞机飞26条航线15个城市 春秋曾经开出的最低票价是29块台币 亚航最低也只开到208元 春秋的成本比亚航高 就高在买飞机的价钱 一架中型A320人民币3到4亿 2011年亚航一次买200架 现在还有300架在订购中 大量采购和一次买10架 平均一架就差了几百万美金 春秋没办法拼 只能从别的地方省 所有的飞机请以色只买机型同款 省了维修成本 也不需要有特殊人员培训 要省机场使用费 只降小机场避开大机场 想这种高档的空桥就不租了 安排车子把人接过来 只需要租个小梯子让旅客登机 人力成本算盘也要打得精 贵台的订票业务通通交给网路搞定 不提供免费的行李托运 上飞机前只有座舱长跟你打招呼 就定位后报纸杂志没有 机上餐饮没有 万一飞机误点赔偿费抱歉也没有 大陆廉价航空得要精打细算 才能在夹缝当中求生存 大陆当局也要想尽办法扶植自己的产业 我们今天可能在北京新机场未来的 航在楼里边 也可能会划错一块 作为低成本航空运营 这样的后级楼 作为民航局来讲 鼓励和支持这些骨盖大型的航空公司 能够设立低成本航空公司 目前全球有176家连架航空 就已经有13家国际联航在中国大陆经营23个城市的航线 每个礼拜定期航班多达322班 面对国际廉价的竞争力 中国大陆不能光靠不提供服务来省成本 还得另外想办法杀出生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在美国军事研发上面的新动作 美国五角大厦宣布要研发最新型的超音速机 而这超音速机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用它来环游世界 那么把所有的国家都绕过一遍的话 那么也许最短的时间一天之内就可以办到 缓缓滑出机库 有黑的机身 两旁的机翼各搭载一颗庞大的引擎 这就是美国近代飞行传奇 SR-71黑鸟侦察机 跟着长长的火焰昂首起飞 一飞上青天就全速冲刺 60年代问世的黑鸟侦察机 是世界上有人驾驶的最快速飞机 最高可以飞到距离地面25公里 没有人追得到 最快可以飙迫音速三倍 主要用于军事的侦察功能 特殊的黑色涂装跟超大的引擎设计 让军事迷印象深刻 1998年永久推移后 留下了许多飞行记录 现在黑鸟侦察机的飞行传奇 很快就将后继有人 编号是SR-72 传承的味道很浓厚 最快飞行速度上看6马克 比SR-71还要快上一倍 能够在起飞一个小时内 抵达地球上的任何目标 除了勤搜侦察功能外 甚至还可以肩负轰炸的打击任务 最快将会在2018年问世 不过造价不便宜 预估低价的原型机 恐怕要花将近10亿美元 和台币300亿 美国在军事侦察飞机的研发成就 永无共度 50年代的U2高空侦察机 在全球各地监控共产国家的活动 接着黑鸟侦察机 飞得更高更远缔造了许多飞行记录 这回公开研发中速度更快的 SR-72超级侦察机 也图现美国在军事研发上的超强实力 铁部新闻送报道 好关心明天的气象立刻交给 气象专业主播 任立于任先生 激起服务的天气 明天又要降温一点点了是不是 是的一点没有错 像昨天北部最高温22度 今天27度 明天呢大约只有245度 这个呢都是高期啊带来东北风的关系 你看今天的天气图 东北风减弱了 温度当然就那么开始上升一点了 但是这个高加很快的会往南边移下来了 那么所以说明天 你看这明天的预测天气图了 东北风下来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温度会下降一点 但是这个不是很强 而且它位置比较偏降于东边 不是冷空气直接扑过来 降了比较少一些 而且很快就会过去了 我们再来看后天呢 这是礼拜五哦 后天呢 那么移出去了 东北风呢 没有了 你看这条线 等压线来看变成东风了 所以说礼拜五温度上升了 一上升呢 这下升的会比较久一点 一直会升到礼拜天了 那么一直到礼拜一 才会有东北风下来 温度下降的 所以未来这几天 你看明天温度是这样一点 后天升一点 周秋假期这两天 白天都是热的 降雨部分呢 你看云城 其实这两天都还是有的 雨呢 也都会有一点的 那么包括北袍 还有银花东 明天也是一样 还是会有一点下雨的 至于说这个台风呢 它是往南边走的 那么我们讲了 都是在往南边走 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呢 还是有一点要注意到 就是在礼拜五开始 我们南边的海面风浪 明显的增强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南边风浪 都是比较强的 所以海上活动 特别注意 看看明天的预报 北部的地区 还是有点雨 白天你看 温度又降到245度了 中部呢 27 29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仍然倾倒多云 南部的地区 同样也29 30度 那么也都是倾倒多云了 东台湾也有一点影响 也会下一点雨的 外岛三个地方呢 都是倾倒多云的 这种天气 所以说这种变化 主要还是北台湾 比较明显的 雨呢 也是一样 北台湾东边比较多一点的 早晚是比较凉的 礼拜五以后 温度会上升了 到礼拜一 会明显的往下降了 这一次呢 礼拜一降的会比较凉一点了 当然还有一点 南边风浪比较大 这倒是要特别注意 你喜欢海边活动 一定要特别注意 礼拜五风浪就大了 这就是今天的气象 谢谢您今天收看 TVBS Focus 全球新闻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